眼看俄罗斯军的车辆已经准备要渡河进一步展开侵略行动 这辆乌克兰军车立刻冲到桥上 过没多久就发生了大爆炸 当时车上只有一名乌克兰士兵 他牺牲自己手动引爆炸药 为了阻止俄军继续往前 当时的英勇画面如今曝光 这座位于基辅南部的赫尼切斯科大桥 直接被炸毁路面坍塌残破不堪 但成功拖延俄军前进 也为乌克兰的军队争取到重新整军的时间 民众拍下当时的军车乘在水中 而车上的乌克兰士兵并没有生还 壮烈牺牲的是乌克兰特种营的工程兵 沃洛德·米洛奇 虽然当时乌军已经买好炸药 却因为时间来不及远端引爆 必须有人在桥上手动进行操作 他也因此自告奋勇 和同袍一一道别后独自上桥为国捐躯 乌克兰国防部证实因为桥梁被引爆 托慢俄罗斯军队前进的速度 为乌军争取到时间重新部署及防御 不只网路上纷纷转发照片 哀悼这次牺牲 总统泽伦斯基也已经批准 要以最高荣誉表扬 授予他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TVBS新闻正好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